要下台 或者特征组的存费 这个部分我们以前在 我们委员会里面都有经过讨论 那在院会 针对于特征组的存费也成案 但是一直没有做处理 不过 制度归制度 人归人 我们基本上尊重所有的委员 不管他是不是赞成 特征组的存货费 或者是不是 要求黄总长要下台 基本上我们个别委员的意见 我们给予尊重 不过在特征组 这个制度还没有费之前 最起码现在特征组 它是存在着 那明年度 整个预算 当然我们也是可以讨论 预算不是编了 就是 就是原封不动 就让他这样过 立法院有立法院的职权 我们应该来严加审查 这是没错的 所以基本上不管是法务部的预算 或者是特征组的预算 我们都认为应该来审查 那刚刚柯总招有特别提到说 这个是不是应该 法务部跟特征组的这个部分预算 分别来处理 他建议说特征组的预算 是不是要在委员会里面先保留 送院会 送院会协商 保留或者是全山 这个都是处理预算的一种方式 不过你如果说特征组预算 全山 但是我们还没有费特征组 那明年1月1号开始 就光光他们的人事经费预算怎么办 我想我们要面对这个问题 立法院也要对全民来负责 在这个制度还没有费之前 你说要全山 这个是恐怕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是赞成说 如果特征组预算 认为今天在审查这个问题 如果照柯总招他的意思 是不是先保留 然后送院会朝野协商 这也是个办法 这也是处理预算的一种方式 不过在特征组没有费之前 你说我们今天要把它全山了 这恐怕是有问题的 谢谢